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在大街流程和Bloomington 主要呢,是和朋友在一起聊天比较多 观光啊,然后去拍摄一下周围的风景啊,就比较少 就镜头呢,比较的零碎 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被我们呢,零碎的记录下来的这些风光 大街流程的感觉呢,其实对于我们这种 在欧洲呢,已经住了好多年的人来说 小欧洲哈,就觉得还挺习惯的 因为它本身呢,也是一个荷兰后裔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中间呢,有一条河 然后整个城市的规模呢,也不大 大约是20万人口吧 而且呢,还有啤酒酒馆一条街吧 因为这里呢,是美国著名的啤酒的产地 这个就和欧洲有渊源了 福特纪念馆 就是美国的前总统福特 他呢,是大激流程的人 所以呢,这儿呢,专门给他做了一个纪念馆 他的目的呢,也在这里 这儿呢,是大激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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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咧咧的那个大手大奖 美国金材特都属于大手大奖 对 没人细算那些小帐 對 我们是先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 然后呢是去了布鲁宾顿跟着李军的车 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库尔特冯内果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人 他在1945年2月德雷斯顿大轰炸的时候和其他的俘虏躲在地下的储肉室 后来呢他写了著名的小说第五号屠宰场 那天是周末吧周末的集市 阿米什人呢穿着他们自己的民族服装 他们呢是农业的高手 季節的高手 说明显我们也是农船的 只要看电视帅 我们在这一边的家库山里边 这一边的小路 是最后一边的一边 我们在一起去看电视帅 它是最后一边的一边 这边是最后一边的一边 超路的一边 最后一边的一边 在这里面相产 我们在一起来看电视帅 在布鲁明顿去看了一家安提克的摊卫市场 觉得里面的东西特别特别好 品相也好 而且多种多样 李俊和刘亚带我们参观了印第安纳大学的校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去看了李俊常常当时我们在做母聊天室里面 时不时就会说去钓鱼了 然后他去钓鱼的那个大湖 就是镜头零零碎碎 很多的场景呢都没有表现出来 那就下次补齐吧